拘捕了 那是否真的不見了 就像我們老友記亨利 在無神和白皮特寫 你是不是有老的親分 看看有沒有信這三件事 他說第一 佩洛西被拘捕了 第二 就是彭斯亂同僻 第三 就是Antifa有混入國會 我看到黃安石也有跟亨利 Antifa有沒有混入國會爭論 首先 很簡單 佩洛西有沒有被拘捕 我也是存疑的 我覺得可能性不夠 不過看看彭劾時有沒有出現 首先很簡單 都不用拒絕太久 很簡單 就是他這兩天有沒有出現 不要說他彭劾那時候 如果這兩天沒有出現 你也可以傳一下 原來這兩天他也有出現過 那你傳來有什麼意思 不過暫時還沒怎麼樣 很明顯他見過 這樣就好了 還有機會 是的 第二 彭斯亂同僻 沒得證明 暫時除非照片 就是看林伍德的證明 有時候他想到也未必是真的 好像奧巴馬那些 我覺得那兩張就不愧 其實林伍德 他們那個 就是我們特朗普陣營 特別是林伍德 最多的 是一些東西都沒訂出來 最慘 不過他說十至十四天 大家看下去 有要十至十四天 不過你今天說了 他這個所謂的愛泊斯坦集團 他說出來真的沒有出生命危險 你不會無故渣渣就不說 但愛泊斯坦也死定了 是的 但愛泊斯坦這一個人 老實說 人死了 我不覺得他是幕後大佬 當然 都可能是 說真的 只是一個棋子 你說得差一點 只是雞頭 或者是 在表面那些幕後的操盤大佬 就不會讓你那麼容易看到 當然 他起了一看 第三點就是Antifa Antifa 你問我 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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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有 甚至那個莊慎猶太州 甚至是在武控告之下 就放了出來被人追擊 他就知道不容易對 他就走人 不應該捉鬼 不應該譴責衝入國會大樓的人 甚至認為他衝入國會大樓的人 沒有問題 就跟這些Antifa 有沒有進去呢 那些左翼 有沒有想做這個喬莊 或者一些 因此做一些很卑鄙的事 想陷害你 譬如可能 趁警察抓不到你 他就抓狗你 讓警察抓你 刀灰 就是裡面套料 你不出奇 所以第三點 不應該捉鬼 不應該譴責他們進入國會大樓 甚至要為女死者伸張 正義 就是追逐共同 但就不等於Antifa 想沒有做一些卑鄙的想法 他做法按不按鈕就是其次 但他有做就真的 其實我們把尺 就像當日立法會衝進去 OK 例如我們撐 但是不是代表那裡真的沒有警察 什麼呢 代表他沒有結裝 或者沒有鬼 不能夠這樣說 那些都慢慢說 其實慢慢慢慢都退出這個話題 為什麼呢 實在是悶 我反而說教宗被抓的 就最低最低最低基本的